还有事呢 还有就是说考勤的事 我问你考勤的时候 你为啥不给我请假不允许 我没说你请假不允许 只要你合理的话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要是正常的工作的话 谈工作的话可以 如果你适当的家里有事也可以 但是你总请假 而且你是我给你的人情 你根本都不屑 你觉得这个事是正常的 你总请假 马姐 你给他什么人情 正常的话 他要是请假 我会给他通融 但是他有的时候的培训也请假 而且我们培训公司 是不允许请假的 他也请假 但是我是正常理由请假 那我家里就是有事啊 培训是不允许请假的 提前四五天就会跟大家说 说培训是不允许请假的 而且你说生活中 你要有事的话 我可以在生活中帮助你 但是工作上的事 你不能总请假呀 而且培训是为了 更好地提升自己 每个人都请假 家里都有事 那你说这培训给谁赔的呀 找到理解 我问一下 我问一下 就是我在公司经经业业的 我问一下 就是我入职以来到现在 我业绩是不是一直在前面 我业绩坐到这儿了 我就是有事 我请假有啥不对的呢 你议长还跟我说 让我家老走出家 这未必对啊 业绩好 不是你在公司 可以超越制度的理由 这个我必须得说一句理解 您这句话我真不认同 业绩再好 咱们公司有规定 人人都要遵守 我跟你说 请不请假 咱不说别的 我想问一下 那你作为主管来说 你就是乘上起假呀 那你就应该说给我假 你行 你不给我假也可以 那你坐在职位上有啥用啊 那我咱用制度的管理人 我就不用你的吧 我直接用老总管我吧 你总让我找老总找老总的 你看我这写的啥 呵呵 我都不用再举了 我就全程就保持这样 我跟你说 他总是用公司制度来压人 那实际上有一些问题 你们知道吗 那我行 你总说说什么 培训培训的 我一开始刚入职的时候 入职一年多 我之前每一场培训 我是不是都在参加 我问你 你这种参加是正常的 因为你刚开始前是小白 你现在你膨胀了 你认为你很多东西你学会了 你也不用培训了 你认为你很多东西 培训跟我没有用了 所以你想想你才进公司一年多 进公司十年的 租管级的 怎么都能在这平心静气来培训 你怎么就不能呢 咱就说业绩 我问你公司用我干啥呀 用我不就是为了拿业绩吗 因为我业绩行 你公司用我嘛 那我行 我就不出业绩 我不出业绩 那你没用吗 你是不是有点走极端了 除业绩的人不等于不收规矩 对啊 守规矩的人不等于不出业绩 你能明白吗 你现在你除业绩 那你就可以不收规矩吗 每个人除业绩都不收规矩 那公司的制度给谁定的 不是 你别总用公司制度说 我没说我不守规矩 之前我说的培训 我是不是都参加了 后期咱再培训 是不是大同小姨 天涯式培训 你的想法吧 就像你这个年龄嘛 相对来说呢 比较就是固执 你很多东西已经 多守成规了 我这些思想很难转变 我跟你生活多少回 你转变不了 不是 你说这话啥意思 你年轻吗 你算你年轻吗 大家今天不论差不多吗 你这么说就是歧视吗 我问你 我当初入职的时候 是不是也是四十多岁 我今年也是四十多岁 我不是入职的时候二十多岁 一年我跳到四十多岁的 是不是 你这个 不是 那个四十一也是四十多岁 四十九也是四十多岁 所以说 但是你现在这个语言 就带有侮辱性了 你就没有对我 一个主管的一个尊重 来来来 二位 不是 我再说一下 我还 有时候培训的时候 你们一找有说就说 说年轻人 年轻人回答问题 这个年轻人回答 那年轻人回答问题 那你们都要年轻人的话 那你用我们老人干什么呀 各有各的优势 我没有否认你的优势 我必须要打到二位了 我必须要打到二位 我先说啊 我先说啊 您不行 您不能说 不行不行 但是我必须得说 我先说啊 我刚才想说 三十多年了 而且我到咱们公司 我是不是进公司 我就带业绩来的 而且说啊 培训 我之前培训 我是一直参加的 不是不参加的 你不能那么武断说 你不能说断章取义说呀 我先说啊 你能不能 别打断我说话 我说一下啊 然后的话就是 毕杰我先问您一句话 您打算说多久 我们有个心理预期 我再说一会儿 大概大概 两分钟五分钟 您说准点 你都听明白 你就一分钟说个尾巴 你总用公司来压我 那你说总用公司来压我 你作为主管 你就是城上旗下的 你不做不到城上旗下 我要你干啥 但是如果培训的时候 我说了 公司就这么要求的 如果你认为你的事 比公司的培训重要 你可以跟劳中请假 你怎么说来说去 不还说到这儿吗 再说我是带私立来的 而且说我也是带客户过来的 是不是啊 然后的话 你所有 你跟我分配的客户 是什么样的客户 而且是资源 是不是很好的客户 是不是 你自己心里 都应该很清楚 几位调解团成员 我就先撤了 慢慢忙 我也要撤了 好了这样 我也要一遍了